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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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那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先进到这个Innet 福人英语学习英语网路学院的页面 然后会员登入 就输入你的学生账号密码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这边就是已经登录的状态 然后第一个部分就是先点个人专区 OK 个人专区四个分类 我们点学习历程 就进到一个新开的分页 然后这边就是你的学习历程的记录的网站了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你的情绪指标 那假设我选择四个年级 我选择大一 大一可能刚进来是新生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知所措 那我就点overwhelmed按确定 OK 颜免重整之后 这边就会有你刚输入的情绪 跟你建议的日期了 然后下一个就是第一个部分 运想未来 主要是让你记住你的职业还有人生目标 那第一个规划的部分 呃 我们开始填 有分职业和生涯 假设我今天想要填职业目标 OK 那我的职业目标就是呃 成为导演 OK 那我为这个目标复述的行动有很多分类 像是什么学程 实习 听演讲 这些的 那可能我想要的行动都不在这边也可以选其他 好 然后这个行动要什么时候开始呢 假设我要2023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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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开始 OK 然后我也可以说明一下 我想要付出怎么样的行动 那可能我想要 担任年度大协导演 OK 那如果你这个行动或这个目标已经完成的话 你就可以这边勾完成 那因为这边很明显 我还没完成嘛 那我这边就先不要勾 之后确认 确定之后就送出 OK 网页更新之后 这边就有你刚输入的东西了 你也可以修改 或删除 像我如果电影修改的话 啊 这边就可以更新 假设我要更新成修本系课程 好 这边就会变 之后 呃 每个部分其实也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 下一个就是 CVHS的施测结果 这个可能大一大二之类的就会让你施测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结果都记录在这边 因为之后可能会有变化嘛 好 那假设我这边 我下一次的 我这一次的施测结果 可能变成 嗯 I A E 好了 然后 我可能特质 特质 变成 嗯 嗯 艺术家特质 OK 之类的 然后你要上传图档的话 你就按这个 上传图档的PDF 这个新视窗 呃 会出现一个新视窗 像是这边 这边就会让你选择档案 然后你选择一个档案之后 你就可以按这个绿勾勾的档案上传 之后 这边就会有你刚刚输入的东西了 然后像是我这边是做好的 因为你们可能看 因为系统原因 你们可能看不到那个小页面 所以我就先不点 可是 呃 像这个简报里面的 你就是点了这个选择档案 档案上传之后 就会像这边一样有个图档 然后有你刚刚输入的内容这样子 好 然后就会探索也是一样 就可能 呃 你写出发现我想当导演 好 那这边我就改成 呃 发现 我想当 呃 呃 行销 转远 OK 那你就按一个 这边你也可以上传图档 就是一样的步骤上传图档 然后确定送出 好 这边就会有新的那个 你刚刚输入的反思了 你也可以修改或是改图片或删除都可以 好 换到B部分就是你现在的 学分减合的记录表 然后这边应该之后都会自动帮你 输入你目前修完的学分 然后假设你想要自己加上去 可能我大四 呃 我的通试 好 我修了六学分 六学分 那我呃 系必选 我又修了五学分 其他选修 我这边大四 我修了七学分好了 OK 那这边输完了之后 你看我这边原本是114 那我按确定更新 我这边就变成132 他就把我刚刚输的七五六都加上去 然后就会是帮你结算你到底能不能毕业 你一二八还有多远 或是你超过了多少 你都可以看到这样子 OK 然后下一个部分就是跨域学学路径 就是很大一部分这边就是 让你记录你这四年跨领域的课程 到底学了多少 然后你总共修了哪些学程 或者是选修课之类的 好 那假设我大二的时候 我在本系的修课重点 我想要修关于行销的 行销的技巧 OK 然后我在大二的时候 假设我申请了一个学程 可能是国际行销学程好了 学程 嗯 成 OK 然后我这个学程 我想要 我修了 我大二的时候修了 嗯 五学分 五学分 好我修完了 我就点完成 然后像是西外这种全英的课程 也可以在这边记录 像是我可能大二 我修了 嗯 西方 宗教史 OK 然后他是全英课嘛 所以完成的名称就是 英 好 这样子 那我这年就可能修了这些 我确定之后就按更新 OK 这边就有记录你刚 呃 大家到底修了什么课了 什么跨领域的课 这样子 那下一个部分 就是课内外自主学习记录 就是一些你课外活动 都可以 嗯 在这边存档这样子 那假设我大三 的时候 我去了服务学习 好 我可能去当数位学办 OK 然后我数位学办我当了100个小时 好 那如果这个部分你如果有任何图片档 可能你跟小朋友联系了照片之类的 你也可以上传到这边 或是你打了心得的档案 都可以上传到这边 呃 然后确定之后就送出 好 这边就会有你的刚打的服务学习 你当了数位学办 当了多久 然后你要修改 也可以按这边修改 或是删除这边都可以 好 最后一个C部分 就是回顾你的整个四年的学习成果 像是你的得奖记录啊 证兆这些 好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你有得过什么奖项吗 假设我可能大2的时候 OK 我得了书券奖 好 然后这边如果你有任何得奖的 可能奖状 照片连接都可以放在这边 没有的话也没关系 然后一些自我情绪 那假设我就是希望我可以继续维持 嗯 希望 继续维持 OK 好了 之后就确定送出 好 这边就有记录你的书券奖 然后你自我的期许 也可以修改删除 好 语言能力 你有没有什么 考了什么语言能力的证照 然后得了几分 都可以放在这边 那假设我去考了多译 多译 嗯 好 然后我考了 嗯 750分 那这样子 有没有通过呢 有的话你就按 你就勾这个通过 好 确定之后就送出 这边就多了 你的一个证照的一个记录了 然后多少成绩啊 你也可以修改删除 最后一个部分 你的毕业专题 每个系都有自己的 可能有自己的LOD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 记录一下你 有没有通过 然后是做了什么 作品连结 有什么 那假设我的题目是 Research Paper Paper 好 好 我的主题可能是 嗯 Jane Austin 好 题目这边就结束 那如果你有你的作品连结的话 也可以放在这边 没有也没关系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勾 你还在规划 或者是你已经完成也通过了 那假设我写完 我已经通过了 我就勾这个 然后就确定更新 好 拉到最下面 这边就不会像这边有一个 多的 呃 部分是在 是会随着你这边变动的 他就是帮你记录了你这边的文字 这样子 那就是 因为毕业专题只有一个嘛 就是记录一下你的文字 跟连结 然后完成了没 这样子 那全部都好了之后 我们就回到最上面 可以点这个Top 回到最上面 然后按了这个 检视个人记录的部分 按下去 就多了一个新的页面 那这个页面就是 不是像刚刚这些 就是可以 有这些按钮可以让你选 这边就是你完整的 个人记录 像这边你就是想成为导演啊 然后你上传什么图片啊 内容是什么 你的学分 你修了132学分 每一年你哪一些部分 修了几学分 你的跨领域路径 然后数位学办 你的得奖记录 原能力 还有当然最后你的毕业专题 好 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 可以 呃 列印这个 这个页面 然后输出 这样就会变成你一个 四年的 学习历程 甚至是跨领域课程的 一个记录了 那我们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都可以 好好的规划你的 嗯 学习 然后还有你的 整个课程的成果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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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